我們要把BMI的公式這邊 它18.5以下是過輕 正常的話是18.5到24 然後如果過胖的話大概就會有四種 所以小於18.5是一個過輕的,正常是中間 那上面的話有四種 所以如果要把它改寫成 這個多重的邏輯判斷的話 基本上可以用我們剛剛講過的 所以這個邏輯差不多 這一段語法,你們可以猜,最好是可以自己寫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拿 在第11頁上面的這一段程式 那我如果直接把它放到哪裏呢?第五行的地方 OK,所以 以下,輸PMI之後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做邏輯判斷 如果BMI小於18.5就過輕 OK,沒問題 然後再來就標準 過重 輕度肥胖 中度 這個應該是 那是 重度才對 過度肥胖 過度 重度肥胖 過度肥胖 名詞很怪怪的 重度肥胖 那如果 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它執行來看看 不過 當然呢,這個結果 還是會跟我們要的結果似乎還是有一點不太 完全一樣 比如180 69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BMI 這個 多少 這個應該已經 接近我們要的 但是呢,還少 兩 少三個 兩個字 就是什麼呢? 我希望在這個的結果前面怎麼樣 加上平與冒號 平與冒號 當然呢,你 如果要撰寫這個平與冒號的話 當然 你想說,老師那我直接在什麼 在過輕 標準 過重等等的前面 再加上平與冒號 不就OK嗎? 當然也是啦,不過呢 我們會考量一點說,那平與冒號 會一樣的東西 假如不斷重複出現的話 感覺 這個程式當然如果 重複出現,那是不是說呢,我可不可以用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不要重複出現 OK 但如果你實在想不出來了 你乾脆就讓它重複出現好了 而且程式其實也可以弄得出來 只是說像我的習慣 我只要看到有可以 怎麼樣 不要讓它重複出現的方法 那我就想說試試看 OK 所以啊,如果你現在想不出來就打 平與冒號 這個 只是說呢,如果不要這樣做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在這邊加一個平與冒號 那實際上應該可以 在哪邊呢 PMI後面 其實你可以怎麼加呢 你可以把 把它加在哪裡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加在這個 其實這個 21.30 這個 實際上它怎麼出現的呢 它實際上就是這個字串 裡面的這個大瓜 所產生的結果 所以啊,其實你如果說要在這個的後面 再加上一個平與冒號是OK的喔 也就是說你可以怎麼 把那個平與冒號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個大瓜斧的後面 把它怎麼輸入呢 平與 冒號 但是因為喔 還需要 還需要做什麼 換行 所以你這邊要加什麼 反斜線 N 反斜線N 那這個時候的話它就會怎麼樣 把這個 平與冒號放在這個的後面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這個 假設我一樣喔 只是我加了反斜線 N 然後平與冒號加在這個 這一段字串裡面 OK喔,所以只要加這個喔 試一下 180 Enter 又是9 Enter 有沒有 DMI 這個地方 出現了 平與冒號 但是呢 最後 有個地方不太OK 什麼呢 它會多一個換行 有沒有 有沒有 那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為什麼會多一個換行 跟各位講一下 主要是出在這個print本身 因為這個print 它的特性就是說它只要 幫你print完之後 它會多換 幫你多按一個Enter 有沒有,你會發現所有東西都一樣 print本身就是輸出完 換行 換行 那有沒有辦法讓這個print 讓它輸出完之後 不要加 什麼 不要加那個 換行 也就是說這個後面這個換行不要出現的話 那實際上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 你可以在這個print的後面 跟它加一個參數 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個print的 有沒有 這個是print本身 輸出的資料 後面呢 請你在這個後刮壺的前面加一個逗點 意思就是說我要再加第二個參數 那第二個參數是什麼呢 請你幫我把那個尾巴的那個 換行 給清除掉 那尾巴的話 它有個參數叫END END AND嘛 尾巴的那個 換行 慢慢它也會跳出提示 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意思說 幫我清除掉 那清除的話呢 實際上在那個 程式裡面 清除的話 有一個習慣用語 就是 兩個 雙引號 裡面呢不要放任何字竄 這個叫清除 有沒有 意思說把尾巴的那個字圓 幫我清除掉的意思 那意思是說 就是不要enter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要enter的話 你可以拿一個參數 痘點 END 等於 尾巴的那個東西幫我清掉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試一下 理論上 我們希望看到的就是 本來這邊會換行 那因為加上這個 參數之後的話 它的效果是什麼 把尾巴這個換行 幫我清掉 它清掉的話 是不是說標準就會往上 那不就OK了 有沒有就達到我們要的效果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看這樣會不會OK 看這樣會不會OK 支清 180 又是9 END 有沒有看到 最後的結果 就會剛剛好 完全符合我們需要 所以 這個是我想到的方法 OK 當然你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更簡單的方法 也許可以踩踩看 OK 那我大概重點講一下 一 我們先把這個邏輯判斷 加進來 這個應該沒有 這個因為類似 跟剛剛差不多 所以我就 不再重寫 第二個的話 因為要加個平語帽 而且這邊要換行 所以我這邊 加在哪裡 關鍵地方在哪裡 在這裡 加在那個Format裡面的 這個前面的字串裡面 OK 把這個 換行 平語帽號 加在這裡 有沒有它就出現了 因為呢 它這個print本身 會多 一個換行 所以把尾巴的那個換行 拿掉 所以你多加個參數 大概 1 2 2的話就加這個 3的話就清除 換行 OK 那就會 做出我們要的效果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